新冠疫情冲击花莲部落经济 花莲县秀林乡预计明年1月间 在农历年前这次发放2000元的赎捆现金给乡民 将近有17000人会受惠 这也是秀林乡三年内第三度发放现金 总计每人可以拿到7000元 相公所表示体恤部落族人因为疫情影响经济收入 希望在农历年前赎捆得以减轻负担 新农历每年都有水泥公司、财店等企业回馈金 相互充裕 考量族人们都以打零工为生 疫情期间升级大受影响 因此新农历公所2020年获得代表会通过 以回馈金结余 首次发放每人2000元振兴消费礼金 进而还是当时的全台最高 今年1月过年之前再度发放并提高到3000元 供族人们才为年货等生活用品 今年5月份 香蜜代表会定期待会当中 修理香蜜代表蔡陪伙提议再发第三波的礼金 但当时无法确切算出有多少回馈金的决议款 后来确定今年回馈金决议款达4000多万元 换算可发每位香蜜们约2000元 将近有17000人受贿 将发出3300多万元来源均置于产业回馈金 修理香蜜代表表示 依相待建议 上个月初定定因因疫情影响发放 真心消费礼金支支条例获得通过 并且在11月28号公告 必须在明年1月14号发放 第三度发放真心礼金是希望补贴民众 要在孩子求学所需要的基本生活开销 8年线修理香以太陆格族人口占90%以上 依条例规定必须在今年10月27号前 设计修理香才能够领取 实际发放人数目前进行审查资格当中 考量下一名消费的习惯 主要是发放现金较为方便使用 发放的方式会在各部落同意设站 则可以个别上班时间或是前往香工所领取 期待印章、身份证或是户籍谈分等证明文件 而代理人则是限制直系血清 记得请订阅明镜